四合一功能介绍 首先是焊接系统 我们通过首页 我们通过首页工艺设置监测四个界面 然后工艺去修改参数 参数修改完成以后 保存导入 然后进行焊接 四合一功能清洗功能的使用 首先我们通过右上角旋转按钮 切换到清洗模式 点击继续 然后锻炼重启 然后进入到清洗模式 进入到清洗模式通过工艺 来调整它的扫描宽度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设置页面 来选择不一样的聚焦镜片 聚焦镜片支持最大支持800焦距 120毫米的宽度 四合一功能的切割功能 我们通过在焊接系统内工艺设置 把扫描宽度设置为0 然后设置我们的切割参数 通过更换切割铜锤 来使用切割功能 四合一功能的焊道清洗功能 我们也是通过焊接系统 工艺 使用工艺8 8毫米的宽度 在宽度 扫描宽度里设置为8毫米 然后设置我们的分数功率 然后使用焊道清洗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